外国人眼中的解放军空军的装备发展情况 这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 随着脚军空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如今我们也已经进入了世界强国空军之列 实际上脚军空军等级四代战斗机的数量 和双发重型战斗机的数量 都已经是名利世界第一了 只是中国秉承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理念 并没有轻易的动用这支强大的空中力量 去威胁其他的国家 国外的一些专业研究人员 对脚军空军的现有的实力和未来的发展 做了一些深度的研究 最近有一名国外的研究人员 在外交官网站发文 对脚军空军作战力量 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些推测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 脚军的下一代战斗机 按照美国的分代的标准应当是第五代 和美军正在研制的空中优势战斗机 NGAD水平相当 由于脚军主战装备发展高度保密 这个型号到底是不是存在 没有任何人能拿出切实的证据来 但人们判断 这个型号可以让中国第一次追上 美国的战斗机的研发水平 其次就是歼20家族 歼20目前正处在全力量产的状态 国外的专家推测 年产量可能在100架左右 虽然和前几代战斗机相比 年产量100这个数字显得太少 但歼20却是现今全球唯一处在 生产状态的第四代重型战斗机 是真正的以争夺制空权为主要目的的战斗机 作为歼20同一代的型号 美金的F-22战斗机仅仅生产了180多架 生产线就拆除了 由于没有新机的补充 F-22的完好率一直在下降 目前可能只有30多架F-22 是处在可以随时起飞的状态 因此中国空军的歼20机队 是目前世界上最强的一支空中力量 解放军受关注的战斗机型号 还有歼35舰载机 飞行认为它的模型出现在航母的甲板上 绝不是作秀摆着让人看看 这意味着将军的三艘航母 在不久的江南都有可能会配备 第四代舰载战斗机 这是美国海军一直在努力 却始终没有实现的目标 现在看来美国国防部 停止采购F-22战斗机的决定 太草率了 当时美国认为 不会有另外一个国家 能够制造出可以威胁到F-22的战斗机 全世界的天空都是美国人的 因此当歼20横空出世的时候 美国发现再想复刻F-22 需要的投入是不可承受的 与其如此 还不如启动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制 但是要研制一种前新的 能够拉开代差的战斗机 又谈何容易呢 而美军用的弥补空白的F-35 本质上又不是制空战斗机 因此美国空军在面对其他空中力量的时候 或许还能靠F-35的隐身优势 信息化的优势压住对方 但是在拥有大量 歼20战机 歼35战机的甲军机面前 美军将出现严重的战斗力短板 甲军轰20这个型号到底是不是存在 目前完全找不到证据 从某个角度来讲 隐身轰炸机在未来空中作战当中 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 是值得商榷的 美国已经率先研制出了B-21 下一代隐身轰炸机 并且称它是第一种五代机 不过B-21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产物 如果要向对手实施防区外的弹药的投射 那么何必花巨大的代价 来研究开发隐身作战平台呢 如果要靠隐身性能来实现所谓的穿透防空 在拥有强大的雷达电子系统的对手面前 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呢 如果隐身轰炸机真的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那又何必下大力气去搞防区外发射的远程弹药呢 所以对隐身轰炸机的价值和意义 恐怕还要做更加深入的分析 当然这是国外的研究人员的看法 他们对中国空军武器装备发展的一些研究结论 我们是不妨拿来做一些参考的 当然有一些我们可以听 有一些我们可以不听 这是没有坏处的 小红金空军正在迈向全球一流空军的行列 目的是要维护遍布全球的中国利益的安全 将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起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蒋经空军任重道远